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我覺得這個太樂觀了 因為你要對比那個上次見面 3月18號 就是在戰情室那一次嗎 對 3月18號 雙方的 是各有需求 因為那時候二屋戰爭剛爆發沒多久 所以美國希望中方承諾 不要軍援俄羅斯 那中國同意了 然後中方不是提出四不一無意嗎 那裡面最重要的就是不支持台獨 不要打新冷戰 那不要圍堵中國 不是嗎 那美國 到底有沒有同意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是否沒有否認 對 沒有否認 那隔了3月18號到現在大概四個月 剛好四個月多一點剛剛好 那顯然是中國做到了 中國沒有軍援俄羅斯嘛 對不對 那美國那四不一無意 剛好都往相反的方向走 是要意有意 是嘛 對 四方會談加劇嘛 亞洲還要搞小北約 對不對 AUKUS更進一步嘛 還要把韓國拉進來 對不對 那包圍中國更不用講 東盟峰會 印太經濟架構 這些都是啊 然後啊 大背景是美國剛通過晶片法 是啊 他要搞chip4耶 2800億啊各位 對不對 那你說不支持台獨 結果普洛西要到台灣啊 對 對 就是這個背景嘛 所以你想一想 中方會怎麼理解 中方的理解就是 你這個大渣男嘛 就這樣嘛 不然他會怎麼理解 欺騙我的感情 當然是啊 他的理解一定是這個背景 所以習近平 連總統先生都不講了 不爽 當然是這樣嘛 我跟你講啊 這個 我覺得有時候了解 國際政治用人際關係理解 比較容易 嗯哼 所以我跟你是 3月18號是 好好在談的 打勾勾對不對 那我沒有去 軍援俄羅斯啊 那 結果你事不亦無異 你執信了什麼嘛 全部都相反 對 而且是擺明的相反 對 不是嗎 哦 而且還在惡化中 嗯 結果你竟然還好意思 說跟我還要再通話 嗯 那你是要幹嘛 比如說這個 我們說 這個 拜習通了話嘛 7月28號 那你怎麼好意思在找我 嗯 你懂我的意思 你怎麼這麼厚臉皮啊 對啊 你哪來的臉再來跟我談條件 我認為他心裡一定會這樣想 對 我又不是有求於你什麼 嗯 因為坦白說啦 那個降關稅啊 中方大概也覺得他適應了啦 對啊 其實也找到 因為他的貿易並沒有下降多少嘛 事實上是增加嘛 反正好像對中方來說 你這樣不這樣無所謂 我跟你講喔 他一帶一路 的相關國家 在這兩年來 他的貿易是增加的啦 對 所以就補了美國這一塊嘛 那 中國跟美國的貿易佔比 事實上是在下降 對 就是說佔他總貿易啦 所以那中方希望呢 就是你取消科技制裁嘛 嗯 那顯然拜登毫無此意嘛 晶片法案就過了嘛 而且還在加劇啊 晶片法剛過 對啊剛過 CHIP4還要煮 不是嗎 拜登總統多開心啊 對啊 對啊 還弄了一條 你接受我的補助 10年內不得到中國擴廠 對 或設新廠 是的 這個才剛通過耶 所以有什麼好談呢 嗯 所以你就在想說 那G20大家總可以談 那要談什麼 就看這個 這段時間 拜登總統的表現 不可能嘛 因為 10月選完了搞不好 不可能嘛 因為我跟你講啊 你就要選舉了 你怎麼可能對中國示弱 那你中方 中國20 10月要開20大 你怎麼可能對美國示弱 啊 所以這個就是圓木求魚嘛 我說 我們這個在外面看 都知道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所以你還在計畫機 20要去 中美高峰會 然後有所進展 簡直是做夢嘛 簡直是做夢嘛 他只是留一個形式說 我們可以進一步談 嗯 我跟你講喔 新華社是比較早發 這個習拜會的 談話內容嘛 對 他用的語言就叫做 直接而坦率的對話 Yep 這句話照外交界的 理解就是 各說各話 嗯 直接而坦率 什麼叫坦率 就是 很火大的對話 對就是我 都不羞辭了啦 對啊 對 不然怎麼會講 亡火必自焚 嗯 怎麼會在這裡講呢 3月18號有亡火自焚 沒有是去年 去年 是嘛 所以3月18號是 雙方還有所期待嘛 對 所以中方才會講 事故意無異 那希望你對 中美關係的定位 能夠有所進展嘛 對 不是嗎 對 因為中方真的答應了美國 他不會軍援俄羅斯嘛 對 確實沒有 他真的沒有做嘛 嗯 你說經濟的有啦 嗯 軍事的真的沒有 嗯 不然俄羅斯怎麼會用那麼爛的無人機在打 還要跟伊朗 是啊 他早就可以跟中國買無人機了嘛 不是嗎 是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不要高估啦 而且你要知道11月是拜登敗選之後 對 敗選之後還有人要理你啊 而且你去想一想拜登敗選之後 是輔惠不同黨喔 對喔 那共和黨怎麼可能讓你拜登好做 對 所以共和黨必然是更反中嘛 對 你拜登有可能在11月讓步 我誰變你 怎麼可能 拜登 這太重要了 對就是變成眾議院就是共和黨多數啦 參議院搞不好也是 對 兩院都是 我怎麼可能幫著你去跟中國打好關係 一定反中嘛 一定更反中嘛 一定的 那更反中你拜登有可能 而且才剛選完 因為要被2024嘛 所以一定要反中嘛 而且才剛選完 對 11月8號剛選完 而且搞不好結果是慘兮兮啊 那拜登同你還是別去了吧 就你別去了吧 我剛剛帶賀錦麗去吧 只有賀錦麗說我要度假 你帶她老公去 我認為 不可能會有 不用期待啦 欸 亮哥剛剛講一個重點讓我想到 就是說你看上一次通話 亮哥跟老師提到 講到四不易五易 對啊 那王毅其實有講四個清單 所以其實 雙方都有在開條件 就是欸我希望你幫我個忙 你就做吧好不好 就是做了大家好談 這次完全沒有 不過因為 對不對 王毅這次次次上也提出四個清單 可是因為 佩洛西那個陰影 還有晶片法 chip4這種陰影 還有你上次完全沒有兌現諾言的陰影 嗯 又回到了什麼是中美關係的本質 這上面來了嘛 嗯 又回來了嘛 對抗 競爭 你死我活 那當然核心問題又回到台灣議題 當然是這樣嘛 所以中國 美國 中國已經沒有開任何條件了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觀察點 我來那邊 坦白講啊 上次談了四個小時 對 這次只有兩小時17分 對 那你還要談惡烏 還要談經濟 你能談多少 其實時間出來我有點嚇一跳 欸怎麼這麼短 對啊 我是有點嚇一跳 怎麼這麼短 就是沒什麼好話可講嘛 真的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烏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 Architecture 為什麼 對 我們來用了 一些東西